知名艺人陶晶莹的先生李李仁现在被还起诉了为了哪一桩呢 就是因为替妈妈还有岳母申请了外籍看护 涉嫌花钱透过人力中介业者以未造的疾病诊断书 还有巴士亮表成功获得申请 那么这个案子经过了慈激医院发现提出了检举 检察官昨天把两名的业者还有非法申请外籍看护的雇主 总共有46个人依照了未造文书罪给起诉 但是呢就只有李李仁是还起诉 为什么呢因为他坦诚犯行获得还起诉一年 但是必须要支付5万块钱给指定的公益团体